由一前那时 埃米尔就在德国银行工作 在欧洲眼中这个机构的董事和副总裁 都是象征德国中央银行的政策 之前德国国家银行代表 一直跟瑞士国家银行有接触 大家已经建立关系 有正常的沟通和信任 今天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绝对信任 有开放的沟通和互相交换消息 有人一定会想 为什么一个德国银行家代表要说谎 但是我相信他 只要他说德国本身的黄金储备 足够支付买入的货品 那为什么我不相信他 不信任正确 7层高的瑞士联邦档案馆 有很多秘密文件 这里好像瑞士国家银行的档案馆 由历史学家马克·佩伦德管理 瑞士国家银行的董事会议记录 为研究人员带来惊人的启示 原来瑞士国家银行的最高级官员 都会用欺诈手段 在1942年这一年 关于德国国家银行 作出可疑交易的消息传到瑞士 这件事引起外交官员 和瑞士国家银行理事局的注意 其中一位理事甚至提出 将德国国家银行的金条 用了再出售 消毁可以追溯的证据 经过讨论之后 他们建议将来自德国的金条 重新溶住 消毁原产地的证据 不过理事会将这个建议压后 要进一步评估风险 他们没有这样做 他们没有这样做 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做 他们想知道这样做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结果都是没有做到 我想说的是 假如当日他们有这样做 后果会变得相当严重 不过他们没有这样做 柏林的德国国家银行 怎么看瑞士银行的角色呢 似乎是主要的合作伙伴 在1943年6月撰写的内部报告 证实这一点 德国经济部长 联同中央银行行长 华达·弗克宣布 如果瑞士停止 以黄金兑换货币 我们没有可能维持超过两个月 由1940年开始 运送第一批20吨黄金以来 由德国国家银行 送去瑞士国家银行金库的 货物数量每年都急盛 在1943年达到最高峰 总共有120吨黄金混底柏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瑞士国家银行 在百欣的金库 总共增加了接近345吨黄金 为什么德国这么需要瑞士发狼呢 是不是略夺得来的财产不够用呢 为什么德国坚持跟中立国进行贸易 由罗马尼亚入口汽油 由瑞典入口铁 又由土耳其入口国呢 答案可以在葡萄牙北部一个偏僻的山谷底部找到 这里是里奥德拉弗特斯 是战争时期 由第三帝国经营的旧污抗洞 污是一种金属 它可以抵受非常高的温度 和有抗腐蚀能力 在苏联人入侵之后 德国可以靠葡萄牙和西班牙供应污 如果没有了污的话 德国的弹药和制造业都要停产 如果没有了污 就做不到飞机引擎 因为污可以抵受6000度的高温 当光炸机向下俯冲的时候 引擎会有几千度高温 污可以确保引擎不会爆炸 引擎的机油都一样 没有了这些微小但是重要的部件 战争机器就不可以运作 所以说瑞士银行在这方面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你考虑到瑞士领导人在德国战争作出的贡献时 这些人并不是以数量去衡量 而是以质量去衡量 在盟国的施压之下 向德国供应原材料的中立欧洲国家 拒绝用偷回来的黄金做货款 不过葡萄牙一中污的交易 揭示了复杂的系统 这个系统的出现 全靠瑞士协助的三国交易 德国国家银行怎么做呢 战争早期 他们用黄金和瑞士银行兑换法囊 德国国家银行用这些法囊 支付给葡萄牙的供应商 葡萄牙银行 再将这些法囊 交给瑞士国家银行兑换黄金 黄金没有在短时间内 送去里斯本 而是在瑞士国家银行金库里面 转来转去 金条即是简单地 转运去属于葡萄牙财政部的保险库 通过三国交易系统 离开白银的法囊最终会回来 不过入了瑞士金库的黄金 通常会留在这里 由于瑞士的中立地位 瑞士国家银行会视黄金交易 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但是瑞士国家银行 它的做法更进一步 它们了解国际法 知道征服过 可以使用受占领国家的货币 和黄金储备 觉得合适就可以 瑞士国家银行的档案清楚记录了 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之间的讨论 和他们知道的东西 加特·纳巴·克曼 是当时的银行委员会主席 而保罗罗斯就是负责黄金交易的副总裁 在1943年8月的会议记录 包含了以下的意见交流 有两个问题要釐清 第一 我们究竟是不是要接受黄金 第二 没有进一步检查的话 如果怀疑这些黄金 是由不合法的途径得到 我们可不可以接受它们 国家银行还未收到任何讯息 暗示德国人有偷黄金的行为 根据国际法规定 征收储备黄金是征服国的权利 我们由这些立场就可以知道 它们根本是没有意识到 纳粹政权暗示去打破常规 以后都没有机会 跟希特拉任命的中央银行家 有生意来往 而其他民主国家的中央银行家 也都一样无分别 我是中立的 所以必须跟德国做生意 正如跟盟君做生意 几乎是无可避免 我们接受盟君的黄金 就不能拒绝德国的黄金 因为我们是中立国 他们没有再深思熟累 他们只是进行资本主义下的交易 在正常情况下 这样是在商而商 企业才可以生存 也是造就资本家的条件 道德责任是另一个问题 公司在正常情况下怎么做呢 就是要把握眼前的机会 而不会顾及其他问题 当盟君在1944年6月 登陆落万帝海滩 战争无可避免结束 问题是什么时候结束 和盟君如何获胜 瑞士国家银行愿意冒险 继续与德国国家银行做交易 不过早在1942年 盟君开始跟踪瑞士的活动 而且多次呼吁瑞士联邦 停止所有买入德国黄金的行为 不过瑞士一直拖延 直到1945年3月8日 在亚道夫希特拉自杀之前几个星期 瑞士当局 在白恩和盟国签署阿里任务协议 同意停止从德国买入黄金 不过在协议签署之后一个月 他们又再买入黄金 在1945年4月13日 132条金条 由康斯坦时的德国国家银行 运到白恩的金库 每个人都知道 特别是国家银行和瑞士政府 都要承担责任 虽然瑞士在一个月前 已经签了政治协议 但是仍然买入最后一批黄金 他们用来赔偿给一些 怕有损失的客户 这点很难理解 我也不知道 不会有答案 在纳税政权的最后时刻 德国国家银行 仍然信任瑞士国家银行 随着美英苏的炸弹攻击柏林 埃米尔普尔也由瑞士回来 写信给上司 瓦尔特福克 瑞士对我已经尽了应有的例如 例如为我举办了一场宴会 当然我们的敌人 立即收到消息 瑞士没有受到破坏 就当这个是最好的安排 国家完好无缺 而战争结束之后 镜头所见过国家 好像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 都受到很大打击和破坏 很明显瑞士很幸运 我们国家 免受战争带来的悲剧 星期日 没有失去魅力 我们照去旅行 参加体育赛事 我们的年轻人健康成长 我们的田野和花园 没有被摧毁 我们的木群很完整 城镇依然很和平 人们经常看起 贝托尔布莱希一个构笑话 好像是说 希特拉没有兴趣攻打瑞士 他怎么会打自己的金库呢 他们对瑞士没有兴趣 不止是因为阿尔卑斯三民 在军事行动中 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而是因为瑞士对纳粹政权 有利用价值 他作为一个中立贸易中心 作为纳粹帝国心臟的中立岛 有百里而无一 在末尔华里面财接 就是我们的其他主人 这之后